一个小的良性腺瘤慢慢演变成恶性肿瘤 通常需要15年或更久 全球头号杀手心脑血管病 也要用20到30年的漫长时间 让血管逐渐变窄 病人才会出现心脏病或脑血管疾病的症状 任何的慢性疾病都不是突然发生的 而是突然发现的 人体之所以能够在疾病状态下 十几二十年都没有明显症状 是因为身体有一种代偿机制 意思就是代替和补偿 当身体的某个组织或器官持续受损 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 身体就会调动没有受损的部分加班工作 代替受损的部分完成任务 举个例子 一部分的肝细胞已经坏死了 丧失了功能 那剩下来健康的肝细胞 会加大工作量来代偿坏死细胞的功能 所以虽然一部分的肝细胞坏死了 但是从肝功能检查看不出任何问题 直到坏死的肝细胞越来越多 剩下的健康肝细胞无法负担工作量了 那么肝脏一系列的问题 肝功能严重减退的并发症才陆续出现 所以人体的代偿机制 能够让器官在持续受损的状态下 基本上能够满足身体需求 也就是死撑着 我们才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 只有到了疾病中晚期 代偿不动了 或者是超过极限了 症状才会开始出现 代偿是人体没办法中的办法 是人体一种伟大的保护机制 但另一面也掩盖了病情 如果我们能透过正确的体检筛查 早一点发现 结局就会好很多 我们就拿肺癌来说 如果在最早期 一期肺癌发现病治疗 5年生存率可达到90%以上 治愈率达到92% 但是如果到了晚期才来治疗 治愈率接近零 再比如女性最高发的乳腺癌 如果在第一期发现病治疗 5年的生存率可达到100% 但是如果到了晚期才来治疗 5年的生存率只剩下26% 所以透过这些数据你就明白了 越早发现病情 痛苦越小 治疗费用也越小 即使常规的血尿检查 可以帮助我们展开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但它也不是万能的 更精准的疾病诊断 还需要根据疾病的特点 进行针对性的检查 定期进行全面的体检 是健康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是花小钱来省大钱 是把消极致病转为积极防病 及时调整生活方式 让身体达到最好的状态 感谢观看